2010年,山西文喜县东镇,迎来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婚礼,200辆顶级豪车开路接亲,席开600余桌,婚礼现场豪旗冲天,整场婚礼耗资5000万,不管是商圈还是娱乐圈,只要是有头有脸的人物,全都到场祝贺。 这场婚礼的新郎不是别人,正是当时的山西首富李兆慧,而她迎娶的新娘子,则是圈中有名的美女明星车晓,两人堪称郎才女貌,车晓会嫁入豪门,一点也不意外,毕竟女星佩服豪,向来是娱乐圈的标配。 娱乐圈的女星,吃的是青春饭,如果能调到个金闺婿,当豪门太太,是最好的结局,因此,很多女星都把嫁入豪门,当作奋斗目标,28岁的车晓嫁给了,彼时有着山西首富之称的李兆慧, 同行女星纷纷投来,羡慕极度的眼光,恨只恨自己没有车晓,那么好命和好运,然而,谁也没想到的是,车晓和李兆慧的婚姻,仅维持了15个月的时间,就走到了尽头,时隔一年,她也从首富太太,变成了圈中笑话,很多人觉得,车晓和李兆慧是,美女与野兽的组合,要不是李兆慧有钱,车晓才看不上她,但其实车晓就算不嫁豪门,也能够幸福快乐地度过一生,她是一个新二代,父母都是圈内有名的演员, 根本不差钱,1982年6月,车晓出生在北京,家境富裕,在充满艺术氛围的环境下长大,除了父母之外,车晓的爷爷奶奶,也都在文艺界拥有很深的资历,作为新二代的车晓,不仅含着金汤匙出身,而且继承了父母优良的基因,天生丽质,气质过人,父母很注重对车晓的才艺培养, 一心想要把女儿培养成,亲戚书画样样精通的大家闺秀,可车晓很有自己的想法,她喜欢的东西就会坚持下来,不喜欢的怎么也不愿意学,深受父母感染的她,很小就埋下了演员梦,她希望将来能像父母一样,成为一名演员,演员要求长得好看,形体也要好,车晓最喜欢跳舞,因为跳舞可以锻炼形体,增长气质,打好基础,所以她便坚持了下来, 要是一般家庭的孩子,也许得等长大后,才能凭借自己努力得到,一个大型舞台表现自己,但车晓是新二代,有了父母这层关系,她从小学六年级开始,就登上了大舞台进行表演,车晓成为了军艺,和所住大院里的小红人,每年军艺晚会的舞台上,都能看到她的身影,母亲本来是不支持女儿,走演员这条路的,但看到女儿如此喜欢这一行,并且颇有天赋,于是打算全力培养她,小时候的车晓,除了和父亲一起演舞, 舞台剧之外,还经常跟着母亲去剧组混脸书,时不时还能客串一些小角色,累积了不少经验,为她将来进入演艺圈,奠定了坚实的基础,从小到大,才冒出众的车晓,都是班里的风云人物,尤其是上了高中之后,女大18变得她,变得越来越漂亮,身边不乏追求者,收情书收到手软,纳会的车晓,情斗初开,对隔壁般一个开朗男孩颇有好感,她第一次忤逆母亲,偷偷开启了一段懵懂的初恋,校园时期的恋情是,纯净 而美好的,不过好景不长,毕业季即分首季,高中毕业后,两人各笨东西,那段懵懂而美好的初恋,就这样画上了句号,18岁的时候,车晓经历了冰火两重天,现实欣喜若狂,然后又难过不已,这一年,车晓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,还没来得及享受这份喜悦,父母离婚的消息传开,一时之间,她的心情犹如坐过山车一般,直转旗下,虽然不想父母离婚,但车晓也知道,强扭得瓜不甜,在亲友的劝慰下, 她也慢慢接受了这个事实,之后,车晓一直跟着母亲王丽云生活,大学期间,车晓又成了学校里的风云人物,追求车晓的人,也是蜂拥而至,其中不乏一些富家公子哥,和校外的大老板,那时候的车晓,还没有受到娱乐圈侵蚀,五具五味,才不管有没有钱,只知道喜欢就是喜欢,不喜欢就是不喜欢,在一众追求者中,车晓喜欢上了一个穷小子,那个男孩虽然没什么钱,但为人正直善良,阳光开朗,和车晓很谈得来, 两颗激动的心越走越近,坠入了爱河,大四那年,车晓的到了出演,军旅剧水兵俱乐部的机会,正式出道,毕业没多久,车晓就当上了女主角,主演了多部影视作品,车晓可谓出道级女主,出道级巅峰,赢过了很多人,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,母亲对车晓的进步也感到很欣慰,但车晓的感情,却让她非常不满意,车晓和大学男友在一起多年, 如今车晓已经成名,而男友却名不见经传,生活拮据,双方不管是家事,还是近况都相差甚远,母亲不止一次劝她分手,事业顺风顺水的车晓,心态也悄然有了改变,以前的她觉得,爱情比面包更重要,但现在的她认为,没有面包的爱情,不是理想的爱情,最终,车晓还是和穷男友提出了分手,也是从这时候开始,车晓的眼光开始娱乐圈化, 知道为自己的未来打算,2007年,画一赤字五一筹拍,艰难爱情和身份的证明,年轻貌美,演技可圈可点,并且人气还不错的车晓,得到了画一力捧,成为了这两部剧的女主角,拍摄艰难爱情时,车晓与邓超音戏结缘,两人产生了一段不解之缘,车晓和邓超在剧中,爱得难舍难分,据说两人假戏真做情难自尽,把戏中的感情延续到了戏外,那段时间,车晓与邓超形影不离,宛如热恋中的小情侣一般, 王丽云和邓超演过母子,他很欣赏也很喜欢邓超,觉得他是一个努力谦逊,并且敬业的演员,当媒体问他想不想邓超,做自己女婿时,王丽云意味深长地表示,邓超是一个很好的男孩子,我不反对他和车晓在一起,只要他们开心和愿意就好,车晓生日宴当天,三人还一起合影,看上去就像一家三口一样,邓超也被调侃为准女婿,本以为邓超已经得到了,丈母娘的认可,他和车晓的恋情是,铁板上钉钉的事情了, 令人万万没想到,随着邓超和车晓的绯闻愈传愈烈,双方一改常态回应道,我们只是互相欣赏的好朋友,车晓更是表示,邓超不是我喜欢的类型,邓超和车晓有没有在一起过,至今是个谜,有人说,邓超曾经追过车晓,但是被车晓拒绝了,因为邓超当时已经有了孙力,车晓虽然也对他有感觉,但害怕影响失业,加上不想当第三者,所以拒绝了他的追求,主动放弃了这段感情,虽然两人没有成为真正的恋人,但却成为了车晓, 长久的朋友,出道多年,其实车晓的绯闻真的很少,除了邓超之外,就只有被误传的汪寒了,早年间,有消息称汪寒和车晓,曾经在一起过一段时间,传言表示车晓成名后,便抛弃了汪寒,后来,汪寒久久没能走出这段情商,以至于娶的妻子身上,都有车晓的影子,长得很车晓很像,不过,经过身把汪寒的情史发现,他的女友中,并没有叫车晓的,如果说车晓拒绝了邓超,两人有缘无分,他和汪寒也只是闹了误了, 那么李兆晓则是他公开承认的缘分,2008年,车晓和葛优,和拍了《非诚勿扰》,该片上映后,车晓获得了,大众电影百花奖,和金基百花电影节的,最佳女配角提名,事业迎来了一波小高峰,李兆晓在看电影时,对车晓一瞥惊红,久久不能忘怀,李兆晓的身份可不得了,只要是山西人,都知道李家多有钱,本来李兆晓这个公子哥,和王思聪一样, 在国外度度金,吃喝玩乐泡网红,等父亲退位了,再继承家业就行,奈何天有不测风云,人有但细祸府,李海仓不知道是被仇家,还是竞争对手杀害,作为继承人的李兆晓,只能临危受命,借过家族企业,李兆晓继承公司后,只用了短短几年时间,就打下了百亿身家,成为了山西首富,有如此雄厚的身家,李兆晓追起女星, 自然是非常有底气的,他和圈中不少大佬都是好友,比如成龙就和他私交甚好,成龙知道李兆晓想追车小,便积极为他牵线搭桥,制造相识机会,在成龙大哥牵线下,李兆晓和车小,终于在一场饭局中邂逅,2009年,车小来到了成龙组织的饭局,当然李兆晓也在,只不过这时候车小,并不知道他是谁,李兆晓找到机会表现自己,全程都很有礼貌,并且对车小很照顾,当时,车小对这个很有绅士风度的男人, 印象还不错,随着联系的频繁和交往的深入,车小也知道了李兆晓身价不菲,是大名鼎鼎的山西首富,在李兆晓的金钱和柔情公事下,车小彻底沦陷,投入了他的怀抱,相恋一年后,也就是2010年,李兆晓和车小结为了合法夫妻,当年,两人的婚讯传开的时候,轰动一时,婚礼的规模也是声势浩大,洗开三天,花费了5000万,只为了能给车小,打造一个超级豪华婚礼,圈中一众女星也发来祝福, 羡慕她加入了豪门,而且嫁得还是山西首富,当然,也有不少质疑的声音传出,讽刺她是为了钱财嫁给李兆晓的,李兆晓其貌不扬,如果没有钱,车小还会看上她吗? 更有媒体把两人称为,美女与野兽组合,面对种种质疑,车小表示,自己是喜欢李兆晓这个人,并不是看重她的钱,加入豪门的车小也淡出了演艺圈, 做起了豪门太太,谁也没料到,这场轰动一时的婚姻,竟然只维持了15个月就结束了,2012年,车小宣布与丈夫李兆晓禧离婚,有媒体称二人离婚时,因为出现了第三者, 而车小通过这次婚姻,拿到了三个亿的分手费,结婚一年就离婚,说自己不是因为钱嫁给她,最后却拿三亿分手费, 一夜之间,车小从首付妻子,成了圈中笑话,形象也大打折扣,可能是为了挽回形象,也可能是为了证明自己,没拿三亿分手费,车小和母亲一起上了,一个访谈节目, 在节目中,车小信誓旦旦地表示,自己绝对没有拿三亿分手费,据说李兆晓禧确实给了车小一笔分手费,但有没有三亿那么多,车小有没有收下,也许只有当事人知道了, 这次婚姻,彻底改变了车小的人生,她从一个德才兼备的气质美人,变成了贪慕虚荣,为历史图的拜金女,虽说车小不止一次澄清,自己没有拿三亿分手费, 但还是有很多吃瓜群众并不相信,与车小离婚后不久,李兆晓禧因为种种原因破产,至今下落不明,如今,距离车小和李兆晓禧婚,已有十年时间,这些年,车小一直都活跃在演艺圈,只不过可能年龄大了,还有错过了当红期,资源大不如前,没怎么被人关注了, 不知是受上段婚姻影响,还是说没有找到合适的人,现年40岁的车小仍未再婚,尽管现在的车小,早已有了新的生活,但提起她时,人们想到最多的,还是她那段失败的好。